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大概落在2000枚以上 再来说说手枪 便宜的巴西土耳其手枪 可以大概在两三百枚就买得到 中间档次比较知名的Ruglock或者是S&W 大概会落在五六百元 再来高档那些特制定制版的价格 也是1000或者是1500往上 好了 那本期不会讲太多枪的价格 这个我们下次我们再来说说 游戏现实中的名枪要多少 那么有了枪我们还要有配件对吧 首先呢就来说说我们弹匣 弹匣应该要枪支的稀有程度 像是满大街都是Glock 9毫米的弹匣只要15块就有 其他少见一些的弹匣 可能要到30-40枚都有可能 那步枪弹匣也是同理 常见口径像是556的AR弹匣 就会便宜许多 那说完了弹匣 再来说说枪上的装备吧 众所周知呢 这个枪要打得准就要装瞄具 不管是在瞄准进度或速度上 都会有大大的提升 瞄具呢也是五花八门 价格贵的可以抵过一支枪 便宜的还比不上去外面餐厅吃一顿饭 基础的红点瞄具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 入门级红点测评 入门级的红点价格 大概只落在100枚左右 高档的像是Yotac的全新瞄具 或是Endpoint红点 就要上到67百枚去了 瞄具的水很深啊 在这边就是大略的提一下而已 那么AR15既然号称是枪界的圣诞树 肯定不只有这些东西可以花钱吧 大家游戏打多了都知道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可以加的配件 枪口的部分支退器或消炎器 大概都是落在7-80枚这边 好一点的会破100枚 消炎器呢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也是7-88枚起跳 贵的呢可以到1500左右都有可能 板机呢也是大家喜欢改装的地方 改得轻打得就快 通常好一点的要上到200枚 再来垂直握把三角握把 首挡等等的 大概是30枚左右 具体防卫晚上要抵御敌人 我们加个好点的枪灯 大概是100枚 加上平常去跋场上 要随身携带的枪绳 一条大概是50枚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各式各样 什么护木枪机拉柄之类的 都可以改造升级 但就先这样吧 我们来算算光就枪来说 最便宜的AR和手枪的组合 加上一些必要的配件 我们可以在大概900到1000内 就搞到一套 那如果你是个有追求的人呢 我们算算上面的配件 全部加起来 就算是最基本的 也要2000刀左右 如果是土豪呢 土豪这个我说的不准 毕竟贫穷限制度的想象 但全部都买最贵的 想要突破7000枚 也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呢 土豪可不会只有两支枪 大家记得把这个数字 乘个20 30吧 各位看官也知道 买完的枪 我们不能总是宅在家插枪 对吧 还是要去靶场连练手的 靶场这个也是费用差距极大的 我们之后做一期分享 学习出国的各式靶场吧 总而言之呢 以我所在的州来说 室内便宜的靶场 一个月也要收个40美金 有些呢 算上入会费 那是更贵 大家去靶场呢 也要带上安全防护的 眼镜啊 耳罩等等 便宜的三四十刀 贵的上百都没有问题 更别说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 什么防弹衣 战术腰带等等 都要搞一整套的 对吧 一整套下来 便宜的也要两三百 有排面一点的 四五万美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现在我们枪在手 身上也穿着七七八八 到了靶场 哎呀 忘记带子弹了 各位观众 重点的来了 上面讲的那些枪啊 装备啊 至少买了用了一两年 是没有问题的 子弹才是真正的前坑啊 说说我们最常见的556吧 556现在一发 这便宜 也是都在五十美分左右 一个三十八弹架 打出去就是五十五刀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便宜的铁壳223来替代 那也是四十美分一发 一弹架十二刀 那么AK打的七六二子弹呢 倒是便宜一些 但也是接近四十美分一发 好的 那么手枪常用的九毫米呢 最便宜的大概三十美分一发 所以手枪一旦下十五发 就是五美金左右 这些都打出去就没了的 要捡蛋壳回去自己装呢 也是要有钱 有那些机器才能够做到的 所以啊 平常中午去靶场 打个一百发步枪 五十发手枪 就快要一百美了 更不用说那些去靶场 打一下午的花费了 好了 那总的来说呢 在美国玩枪的开销啊 先起投资再买枪 可能就花个两千枚了 再来啊 靶场啊 什么身上必要的装备等等 算一算 也是三四百美金跑不掉 最后还要算上每个月的子弹钱 哎 这样算下来 真是觉得玩枪好败家 千万不能让老婆知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玩枪的开销啊 看到这里 各位看官司 应该要订阅 关注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S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